在座各位同仁大家好 本席请王署长 请王署长 徐元你好 本席今天有三个问题 想要请教您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 明年度 今年要省明年的预算里面 有看到有一个项目是 南沙太平岛交通基础 整建工程计划 9.47亿 您可以简单的说明 这个9.47亿的内容吗 是 那个我们这个整个 南沙太平岛的码头 是33亿 那这个33亿里面 这个明年我们是编了 10亿 226万1千元 那这里面最主要的是 一个明年我们就要 花包的工程费 那这个 这个明年编10亿 104年是编18亿 105年是5亿 总是是33亿 那这主要为什么这么高呢 那 这个第一个它是既离我们台湾比较远 那那个材料会是以台湾的标准来算 这样子 没关系 你先不用 对 我没有问说为什么编这么高 我也没有 还没提到 先就 这30几亿你预计做的 是 是码头的改善吗 不是 是兴建码头 对 兴建码头的目的 现在没有码头 对 兴建码头的目的 对 是要盖一个码头 对 那这个码头它的一个功能 它这个功能以后 完工了以后我们三线 跟现在的差别 跟现况的差别 现况是没有码头 所以我们的应骨都必须要在外海接驳 对 小船来 所以就为了在那个定点 我们可以有一些 船舰可以在那边停泊的目的 对 我们也先速主权 对 先速主权 我们的主权也是到达那个地方 因为现在那个岛是我们十字站 所以你这个费用 你要达到 比如说船舰 它停泊的顿数 你这个码头的这个 它可以停泊的船舰顿数是 是3000吨的 包括国防部的 你说一千两千三千都可以停 都可以 包括军舰 包括我们的这个国科会的科研船 它是2700吨的 所以这三十几亿全部是码头 有含跑道吗 有跑道有 那您就说明 就是先重点的说明 码头 所以码头它就是可以 现在都那边不能停停顿 所以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 宣事主权 而且对于海上的巡防救护 能够更有效 所以我们希望把码头新建好 那另外跑道的部分是不是也说明一下 跑道部分 这个是做一个设施的一个改善 包括增设自航灯光 嘲讽的更新 增设厨油设施 增设排水设施 好对 这种技术 跑道的改善跟现在的差异 最大的重点在哪 现在它是有跑道了 它没有自航的灯光设施 所以说这要增加3000吨 所以会造成我们怎么样 是运输机的起降 起降就不方便 不方便 那现在因为跑道太短 只有1150公尺 所以要加长 所以只有加强跑道没有延长 如果在延长跑道3000 只有加强 没有延长 那这个天后不好的时候它起降 不能起降 所以现在即便跑道改善以后 天后不好还是不能起降 会比较好一点 就加了照明是不是 没有住航的设施 它现在增设一个住航的灯光 可以增加夜间行及起降的功能 住航灯光 对 那这个经费这个案子里面在33.8亿里面它只有占5800万 跑道的设施的改善 最主要是码头 最主要是码头 那跑道没办法延长了 延长350公尺要很多经费 要增加很多 要多少经费 因为它要添海了 如果延长就要填海 对 那延长的话对于天后不佳是不是比较好起降 对 如果1500公尺的话 这个战斗机就应该可以起降 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 现在就有运势 那这样对于我们要在太平岛这里 我们能够加强我们的巡防 其实还是不足嘛 对 所以说将来最好是说跑道延长 跑道延长 然后加一个码头 对 本息的了解是跑道可能要想办法延长 不然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巡防的这个战力 是会有影响 还有 你紧急的一些措施 你如果天后不好不能升降也是很麻烦 对 那今年像现在目前大概就有回一两个行次而已 好 那您刚刚有提到就说码头的新建 是为了能够 这个未来可以停泊3000吨以上的船建嘛 对 好 那在另外在预算书里 本息也看到 我们是不是从99年到今年到明年103年 我们3000吨的巡防救难舰有两艘 对 总预算也是33.8亿 对 那这个是不是明年就要交 等于说就可以交船了 对 一艘是6月底 另外一艘是10月31号 好 那这个部分本息想请教 你明年要交船 可是码头什么时候才新建 码头才开始建 可能要两年后吧 这个码头现在目前3000吨是停到扁岛 对 不知道 这将来航行就如果到太平岛去的话就要外海下矛了 对啊 都没有办法靠岸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3000吨船舰明年交船之后 就在本岛附近停泊 可是 对于如果说南沙群岛那边太平岛那边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停过去 他还是要派他到那个太平岛去巡逸啊 对就在附近海域巡嘛 可是不能停在那里 不能靠岸 对没办法靠岸 像目前为止 我们的巡航舰器也都是在外海2.1海里处 就下矛了 那年年就用小船接驳 而且接驳实际上是很危险 那物质的应付大概船器都要一天多才能够把东西搬上岸 好 那这两艘我们造价三十几亿的这个船舰 我们预计的任务是什么 主要任务 这个最主要是 就是我们专时经济海域的巡护 比较远距离的 这个而且 这远距离的一个巡护 就是需要我们大型 只有巡护 还有到钓鱼台到菲律宾 那比如说 这样的一个预算 再加上我们这个船舰三千顿的到明年都交船了 像之前发生这个广大星号的事件的时候 有没有帮助 它这个像广大星号号 我们每天三艘舰艇舰我们就掉路不过来的 对我是说这两艘 这个一交船嘛 然后未来可能码头大概两年后可以新建好嘛 对 是不是可以就在附近 就不用在台湾距离过去 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其实都太慢 那再来本期就请教 这个三千顿的船舰 它的甲板可否升降直 就起降直升机 好我们那个有甲板的设计 对可否起降直升机 这个明年要交船的两艘 能不能起降直升机 所以现在直升机部份是由空情总队他们来负责 是 所以对 那现在就说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规格设计进去 那什么时候要测试跟训练 可以确定可以呢 它那个交船的说 交船之前一定会测试完成 我们应该要测试一下 对 对对对 所以交船之前整个都测试完成 它就是可以 没有验证都是要假码 验证好 验证可以起降直升机 那现在重点是 我们海巡署没有直升机吗 没有 都是找空情总队 对 那现在空情总队的这个直升机 整个的这个救护能量 这个跟我们海巡署的这个配合怎么样 我们有支援协定 现在像平常假如说不是灾害比较频繁的时段 它都支援我们海上的一个巡逻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规划 请他们呢这个在某特定的这个海域里面来巡逻 现在我们一个支援协定 好 那最后本席要再请教 那等于说我们这个2000吨的船舰 OK 它可以起降直升机 未来空情总队也会跟我们海巡署整个配合嘛 好 那接着本期跳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反恐 好 在今年的预算书中也有看到有编列反恐的经费 请问反恐是海巡署的工作吗 是 反恐的这个项目很多 我们只有负责海上的反恐 我们有一个组 好 就是从海上来的 那一个组 这海上的那个攻击小组 海上攻攻击小组 对 那个海上有一个组 那但是 好 等于说 我看到 我看到我们海巡署有编列这个反恐的经费 但是 呃 在海巡署的执掌当中没有反恐这个项目 包括海巡署的法员 依据海岸巡防法来说 也没有名列反恐项目 所以到底我们海巡署是不是 就是说 反恐是不是我们海巡署的工作 这个反恐里面就是 涉及到海域执法啦 嗯嗯嗯 因为威胁到我们的渔船的安全 航行的安全 对 所以说 这个是才99年3月 我们贬署为海市恐怖攻击的主政机关 所以 所以 但是 呃 我们在今年4月 国安局长到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 有提到 我们国内有6支的反恐的这个部队 这个部队 国防部4支 海巡署跟警政署各一支 所以我们海巡署的应该是不是特勤队 还是你 是 我们叫特勤队 是特勤队 所以说现在灰溪上 我们的空情总队灰溪上 下来救的都是我们特勤队的 那特勤队他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反恐还是 他是要拦截走私防止海盗侵害我们渔民 还是他都做 都都做 都做 现在最主要是海上救难 海上救难 海上救难 在屋子上面 在海上 吊挂 把尸体 或是研究上来 都是我们特勤队的同源 这个他们要受过训练的 好 所以 但是就是说反恐的着力比较少嘛 本期还是希望我们海巡署这里 也许特勤队他在平时 对于我们这个很多海上任务需要专属的一个任务战术的部分 可以多一些的资源跟能够强化这方面的功能 有我们上次也是这个特勤队就是在海上倒游 好 我们就潜水潜下去在那边很长时间最后把他抓到 从海上进来把他抓到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